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萌 今天跟大家聊聊宝格丽 在中国又辱华的事件 这个说是品牌嘛 甭管你有多高端 东西大牌 甭管你是背靠LVM 每次还是开云 还是哪里 对吧 甭管你在中国开了93间精品店 还是你的这个市场销售额 一路飙升 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大打折扣 对吧 哎呀甭管你跟中国的关系有多么好 甭管你这个怎么样 该辱华的时候还是要辱 这个聊聊宝格丽 宝格丽是一个高端品牌 卖奢侈品珠宝 是吧 包括一些腕表什么的 包括怎么说呢 就是宝格丽在中国一直 这个销量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官网呢不给力 是吧 被人挖出来说 怎么这个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前面都有中国俩字 怎么台湾 怎么前面就没有中国台湾呢 对吧 你分裂了 你台独了 你不怀好意 是吧 吃着中国饭砸中国锅 就Always like this 对 就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 这个宝格丽这个总裁呢 赶紧挑出来说 我们很重视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很牛逼 对吧 中国市场超越了我们所有其他的欧洲的所有的市场 对吧 我们不会放弃的 对吧 我们错了 那你道歉吧 道歉完了之后 胡锡进就说啊 这个道歉呢 可能仅仅仅针对于中国市场 别的地儿 他不敢在中国以外的市场是那么说是吧 因为这个中国市场再大 他也不可能超越所有中国以外的其他全球市场 吗 对 就开始撕逼了啊 但这个事情吧 其实呢 看着简单也简单 看着复杂呢 那其实也有点复杂 就怎么说呢 就是 宝格丽是这样的啊 跟大家聊两句 因为这个阿蒙在做记者的时候跑过奢侈品口啊 当时负责的恰好好死不死就是宝格丽啊 还有宝格丽其他的一众奢侈品牌啊 这宝格丽呢 就是always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是吧 带我们去参观一些精品店啊旗舰店什么的 永远是搞的是 我们不是一个卖珠宝的一个品牌 我们是搞文化输出的啊 是吧 我们是做设计的 是做艺术的 然后带带领你们来参观我们艺术的殿堂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又是哪个王妃带过 这个钻石呢可能又是南非哪里哪里出产啊 全球顶尖只有一个啊 包括有些社会责任啊什么的 就在我的印象中啊 就是宝格丽永远就是感觉就是说 哎呀 我们没有特别特别想卖东西 对啊 我们其实是来带你提升逼格的 就是这么一个品牌 很有意思啊 宝格丽的公关也是牛逼闪闪的 永远问他说 哎呀 宝格丽销量怎么样 在中国卖怎么样 都谁买什么的 永远不会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数字啊 包括你去问他说 现在的这些淘宝啊 阿里啊 对吧 这个天猫啊 旗舰店啊 都这个线上营销 数字营销都很好了 我说宝格丽 他妈永远都都在开线下的店 你们线下店盈利吗 你们线下店赚钱吗 对吧 你们这个做产品展示什么的 这有够没够 有完没完 包括他们这个总裁啊 也是多次强调 说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性啊 说中国是想用宝格丽最多资源的地区啊 什么代言人啊 活动啊 广告等方面啊 什么中国做的比韩国都快多 是吧 比意大利也多 对吧 然后除了这个线下门店的设置啊 今年这个三月份啊 刘亦菲签订成为这个宝格丽的形象代言人啊 5月呢 还登陆了天猫啊 然后开设了什么宝格丽相分 官方旗舰店 什么售卖香水化妆品啊 这些啊 就是香水化妆品嘛 还是一些比较怎么检设 对吧 这个高端珠宝也是没有办法啊 就作为一个线上展示而已嘛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怎么说啊 这个奢侈品啊 和电商中间啊 永远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啊 在那个年代 I mean 5 years ago 对 就差不多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奢侈品嘛 我们还是要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吧 我们要 我们是卖给 卖给富 卖给富人的 那么电商品牌嘛 那就打折促销什么的 一下把我们的逼格就拉低了 对吧 聊这么多呢 可能是因为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啊 这个奢侈品 对于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慎重 以及他们一旦决定转型之后啊 决定大刀阔斧啊 埋头往前干的这个一股一股的决心 这些东西呢 都是深埋在这个宝格丽 plus台湾整个事件爆发的一个基底 你不了解这个背景 你就不能理解这个宝格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 这个一个情况 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宝格丽跟这个王者荣耀要出一款皮肤 是吧 这个王者荣耀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看我节目的人 有多少人玩王者荣耀 是那个农药粉 对吧 就是王者荣耀的这个粉丝很奇怪 是吧 就是他用惯了的这个女英雄 女英雄们 但很喜欢 就很喜欢打扮这些女英雄 这个你们也都也都知道吗 QQ秀年代的人 是吧 给他买个皮肤什么的 是吧 他就很希望他的这个 哪怕自己啊 就是上班可能穿的破破烂烂的 对吧 可能是一个非常邋里邋遢的人 但是他拥有的女英雄 一定得要穿宝格丽 得要带宝格丽的珠宝 配得上这一身荣耀的装扮 是吧 就这个是个很带面的事情 其实这个你们一移情就能明白了 买宝格丽的人吧 带珠宝也是为了面子 对吧 这个玩荣耀的人 他这个玩的 米月这个英雄穿了宝格丽 也是一个很有面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王者荣耀的粉丝啊 头脑也是很简单 你知道吧 就是为啥我喜欢的米月 他配拥有宝格丽 为啥人家玩貂蝉的 对吧 就喜欢貂蝉的人 你说为啥不能给我貂蝉 也做一款皮肤呢 是吧 为啥呢 你想说那不行 我要举报宝格丽 宝格丽怎么不公平啊 对吧 凭啥就给米月 我要举报你 举报你呢 对于一个摄影品牌嘛 对吧 就是对你最深的仇恨是什么 对吧 对于一个男人最深的仇恨 无非就是他的出轨 杨小三对吧 逼着女人堕胎 whatever 总能搞臭他 对于一个品牌 你把这杀到底 就是你分裂祖国 对吧 直接在官网上一挖 哦 原来你是这个样子 当然也有一说呢 说这是有商干的 知道吧 找准一个爆破点 你不是要弄王者荣耀的大营销吗 对吧 还做了一条视频 大概看一下 给大家放一下 哇 这个视频做的真是华丽丽的 你们爱的这个米月女英雄啊 在这个里面确实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怎么说呢 穿着一身华服 戴着珠宝 然后一个皇冠 璀璨的钻石 哗哗哗哗哗 然后就登上这个荣耀的殿堂 对吧 然后戴上皇冠 我的天啊 这很多人看都很激动 鼓励 那扎还自己cosplay了一身 很激动 这一下彻底玩完了 对吧 宝格丽被发现在官网上面 企图分裂 分裂阻 导致他的这个皮肤也无法上线 对吧 大的这个营销活动 造势已经造出去了 但是你这个皮肤没有办法用 对吧 大家还是没有办法买 哎 所以呢 这个事情吧 就很可笑 这很可笑 人家很多人可能会问的说至于吗 对吧 就他妈一个破皮肤至于吗 我跟你讲 你都不知道这皮肤卖多少钱 你们猜猜这皮肤卖多少钱 据说现在这个官方售价 据说据说啊 这个一个皮肤可能是3800人民币 有吧 3800人民币可不是个小数目 但是呢 你们说这个3800人民币谁买呀 你说王者荣耀这帮粉丝买得起吗 我跟你讲 他们还真他们买得起 这帮人啊 你看着说 也许他们永远都不是宝格丽的受众 是吧 草根什么的 但是他们有一天可能真的会变成 王者荣耀的受众啊 一方面呢 就是王者 一方面就是宝格丽 他愿意把这种品牌精神 深植在他们的内心 对吧 就是在在我二郎当岁的时候 可能我喜欢的女英雄 佩戴宝格丽 那我30岁的时候 咱咱比前买个宝格丽 最简单的一块线链和戒指 没准还是有可能拥有的呀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玩王者荣耀 有很大一部分啊 都是非常对吧 又红又专的 对吧 都是不差钱的人啊 包括我跟你们晒旁边的一个 很多人问客服 问宝格丽客服说 哎我都是宝格丽的这个 这个高端用户了 我每一年在这里消费70万 100万的什么的 好几百万500万什么的 我能不能拥有一下你们的这个皮肤 人家客服就说了呀 对吧 在我们这个店 对吧 销售的top3什么免费送皮肤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跟你线下具体消费保额力的实体产品产生了一个奇妙的一个脸一个联动是吧 这件事情啊 大概率就是有商想要搞王者荣耀搞一个定念清除和爆破 在中国想搞臭一个人太简单了 想搞搞臭一个品牌也太容易了啊 所以呢 你们也知道最最简单有效 行之有效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对吧 你往袍根问底挖三代总能挖出点啥来 是吧 然后挖出来就举报 对吧 这个地图国民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啊 然后等待时机 哈哈 阿梦呢是对这个王者荣耀粉啊 没有什么刻板印象啊 但这件事呢 这个始作俑者是王者荣耀粉啊 拿大火石咔嚓这个引燃了这个导火线 我却一点都都都不意外 哈哈 这个所谓养骨为患嘛 对吧 对 对 我觉得让中国人开心挺容易的 一个呢 就是让他们文化自信也很也很容易啊 一方面呢 就跟他说中国是台湾是中国的啊 就开心了 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我买得起宝格丽的王者荣耀的 敏玥的皮肤 哎 他们也会开心 哈哈哈 然后呢 让他不开心也很容易 是吧 3800块的这个王者荣耀皮肤啊 是怎么安在米月身上 不安在瑶身上 不安在这个貂蝉身上 他们他们就炸锅了 就不开心了 是吧 不开心呢 就给你一弄一个举报 哈哈哈 然后呢 就一连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 对吧 就整个这件事情 这个是 这挺有意思的 挺恶心的 又挺乌龙的事情啊 但是恶心乌龙的事情啊 往往能够见人心啊 对吧 这个马上这个宝格丽的总裁 就马上开始道歉了 对不起我错了 中国市场很重要什么的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 吃屎的这个嘴脸 也是挺让人恶心的 什么 你们所钟爱的宝格丽品牌 确实是一个很伟大 优秀的一个品牌 但是你架不住人家 要给你玩 宝格丽中国特供版 是吧 那中国消费者 一个一个都傻缺 买的都他妈什么呀 对吧 花了个大价钱 买了个什么破破玩意儿 是吧 还不得买个 对吧 阿蒙代言的安娜路易斯安 对吧 简单又好用 是吧 还不贵 还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也挺不错的 是吧 但是话虽这么说 还是有很多人 非常喜欢奢侈品牌 拥有一部分的拥躬 是吧 就爱买个LV 买个爱马仕啊 什么的 这很多人说 这中国现在经济不行了 在通促 是吧 但是我觉得 你们不要看贬了 这帮能消费起奢侈品的 这帮人 对吧 1%的奢侈品 消费起的这个族群 这个他就贡献了 将近40%的 整体的销售份额 是吧 还是非常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我认为啊 就是不管经济 差成什么样子 对吧 这些红二代们 是吧 这些体制内们 对吧 这个还是消费得起奢侈品的 所以不要对他们 就是一下觉得说 消费性 奢侈品都卖不动了 谁这么说 卖不卖不动了 对吧 他们都是不差钱的一群人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虽然这个贝恩咨询啊 说2020年的全球奢侈品 市场萎缩了23% 然后呢 说这个 但是中国境内的奢侈品啊 逆势上扬了48% 是吧 大家这个去不了店里买奢侈品啊 也不妨碍他们再去网购是吧 哎呀 所以呢 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市场 还是非常非常向好的 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呢 大家都说不景气 对吧 在面临着通缩 是吧 呃 然后大家都在消费降级 但消费降级呢 也是普通大众呢 对吧 消费降级 但是这个是在这个 high class高端的这些人 降也降不到哪 降不降也降不到哪去 是吧 该买广格力还是要买 你拦得住吗 对吧 但是这也是阿蒙的一家之眼啊 你是怎么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面 跟阿蒙互动一下 你会不会买宝格力 会不会去买高端奢侈品啊 或者你认识的人 有一些什么样的 关于宝格力的一些 看法和想法 你对这是怎么看的 跟阿蒙互动一下呗 好久没跟你们聊天啦 好吧 今天就这样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